男人刚准备上吊却来了一阵使忆 他只得放弃 去小树莲漪一些千里 自个杀怎么这么难呢 他叫老金 公司重组后破产了 他欠了一屁股的债 老婆也气塌而去 他跑到汉江自杀 却意外被冲到荒岛 四周全是江水 唯一连接的桥墩光滑又壁直 根本就爬不上去 老金被困在了这里 这时一艘邮轮经过 求生的本能让老金开始呼救 游客却以为他在打招呼 微笑着挥了挥手 因为离得太远 老金喊得再卖力 船上的人也听不见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邮轮走远 但老金没放弃 他在沙滩上写下Help 打开被晾杆的手机 手机倒还能用 但电量即将耗尽 他赶紧报警 对方却以为他是骗子 直接刮断了 他有给妻子打电话 可妻子根本不理他 最后一丝的电量 还被推销电话用完 看着四周的江水 老金准备游泳回去 可他是个汗鸭子 哭疼了没几下就放弃了 老金彻底绝望了 他跑到树林自杀 却被使忆打断 老金只得放弃 去解决生理问题 正方便是 他被面前的熟尾草花吸引 摘下一朵放进嘴里 甜蜜的味道勾起他过去的回忆 发泄一通后老金突然不想死了 他尝试钻木取火 用力摩擦着树枝 还是打火机好用 老金找到一个袋子 手机岛上能用的东西 饿了就吃野蘑菇 渴了就喝汗浆水 困了就睡在报纸上 第二天他发现一个鸭子船 用力把它拉回来 铺上一些稻草 就变成了温暖的床 奋斗了七年 终于有了安身之所 老金突然觉得在这里待着 不用拐外面的债务也挺好的 之前的help也悄然变成了hello 他做了简易的鱼叉 想给自己加加餐 结果鱼一条也没抓到 还插上自己的脚 算了 还是去抓鸟吧 可他既不会爬树 也不会做陷阱 连根鸟毛都抓不到 只能吃蘑菇虫鸡 这天老金洗头时意外的发现 鱼被洗衣液堵死了 这可是白得的美味 老金也顾不上别的 大口的吃了起来 晚上小鸟头吃了剩下的鱼 也被堵死了 老金又得到一顿大餐 介意的躺在草地上 殊不知 他的遭遇都被女孩小金拍了下来 因为额头的伤疤 小金变得很自闭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整整三年来都没有走出过家门 房间里也堆满了垃圾 床户也被遮了起来 平时就睡在铺满泡沫纸的柜子里 考发短信和父母沟通 等家人都走后再出门去上厕所 平时的生活很规律 早餐只是172卡路里 每天踏步9000次 打开电风扇 就算呼吸了新鲜空气 小金还有个爱好 喜欢给月亮拍照 因为月亮上没有人 除此之外 每年两次的防空宴席 是小金最期待的日子 因为宴席 大街上狂无一人 小金可以拉开窗帘 肆意地拍照 而这时 小金突然发现了 被困在荒岛的老金 突如其来的陌生人 打破了他规律的生活 他把老金想象成外星人 总是不自觉地观察他 而在荒岛的老金 也慢慢适应了这里 这天他捡到一个东西 打开一看是炸酱面的包装袋 和一个调料包 这勾起了他的食欲 他不停地吸着袋子 疯狂想吃炸酱面 老金翻遍了小岛 可找出来的食物都做不成面团 但他没有放弃 把目光放在鸟粪上 鸟粪里有味消化的种子 如果把它们种在地里 说不定就能长成庄稼 于是他把袜子改成手套 矿泉水瓶改成拖鞋 用简易的工具 开垢了一片土地 还做了一个稻草人 和他一起守在这里 很快三个月过去 土地长出了嫩芽 老金的生存技能也被加满 下水抓鱼上树掏蛋 统统不在话下 时不时再加个餐 再用收集来的汉液 加一点点的盐味 日子过得倒也滋润 这天他捡到一个漂流瓶 里面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哈喽 似乎在回应海滩上的话 难不成有人偷窥自己 吓得老金赶紧穿上裤子 可他转念一想 说不定能交个比喻 他已经孤独太久了 便在沙滩上留下字 经过三个月十几天 小金终于收到了回复 没错 那个漂流瓶永久是他的 随着观察的深入 小金对他越来越好奇 他再也坐不住了 戴上头盔鼓起勇气 买出了第一步 接着经过重重关卡 来到汉江大桥 用力把漂流瓶扔出去 满心期待着 等着老金的回复 现在收到了回信 小金非常开心 于是又装着胆子出门 抛出自己想说的话 回去的路上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就这样两人隔空对话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天老金突然发现 稻草人的身体里 居然长出了玉米 他激动哭出来 小金看他这么想吃炸酱面 于是点了份外卖 把钱从门缝里递出去 让外卖小哥送过去 小哥也是敬业 租了一个鸭子船 任劳任怨地送过去 老金看到后都傻眼了 他犹豫了一会儿后 叫出外卖小哥 让他把炸酱面带回去 那不仅仅是一碗面 更是他的希望 他更想亲手去完成 小哥只能原路返回 最后把面还给小金 小金也受到鼓舞 勇敢地走出房门 咬了一些玉米种子 妈妈非常激动 他的女儿会好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很快到了秋天 老金的菜地大丰收 他把玉米碾成末 加入清水揉成面团 再用盖子切成面条 把他们放入锅中 拿出珍藏的调料包 放进去一些配菜 炸酱面终于做好了 老金大口吃着面 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下来 这碗面包含他的梦想 喝所有的酸甜苦辣 在今天全都实现了 小金为他定格了 这难忘的瞬间 他也走出了衣柜 在地板上睡了一晚 这天老金又收到纸条 看着上面可爱的表情 他开始好奇比喻的身份 于是在沙滩上写下 胡而硬 小金看到后非常苦恼 他不想让老金看到额头的伤疤 于是在网上选了一张美女的照片 并把他打印出来 装进漂流瓶里 可扔出的那一刻 小金后悔了 那始终是假的 是别人 不是自己 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 老金没等到回信 却等完了雨季 大雨重毁了他的庄稼 无论他怎么努力 也没办法去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所有家当被大雨冲走 希望被毁灭 他又变得一无所有 这时环保局的人 来岛上清理垃圾 刚好发现了老金 这里是政府的保留地 一般人不能入内 他们要把老金送出去 老金健壮撒腿就跑 在激烈地追逐后 他被团团围住 反抗的过程中 又被一拳打倒在地 他轻声地祈求着 让自己留在小岛上 可工作人员不管这些 把他强制带回现实 看到这一幕的小金 心痛地哭了出来 挣扎了一番后 他慢慢打开门锁 不但任何伪装地跑出家门 直面自己的内心 他来到老金山岸的地方 可还是晚了一步 老金正坐着公交车 去63大厦跳楼自杀 不过小金没有放弃 拼命追赶着公交车 就在他绝望时 突然响起防空警报 所有车辆都停了下来 小金抓住机会 追上那辆公交车 静止朝老金走过去 老金认出了他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公车启动的瞬间 老金握住他的手 从这刻开始 两个人都将开始新的生活 或许我们被生活逼得 无处藏身 只能躲无人的角落 独自流泪疗伤 但只要希望还在 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